韭菜鸡蛋蟹的包子在家这样做 平软蟹香 绝对比外面更营养好吃 这只150克温水 加入4克酵母 搅拌融化 盆里加入300克面粉 搅好的酵母水 分多次的加入面粉里 用筷子搅成絮状 再揉成光滑的面团 揉好的面团盖上盖子 醒发至2倍大 接下来把洗净晾干的韭菜 切成水丁 切好后放入大碗里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加入食用油 裹住韭菜的切口 防止酥水 再来在碗里倒入4个鸡蛋 用筷子搅散 锅里的油热倒入鸡蛋液 炒成鸡蛋水 然后在锅里再把它晾凉 煮好的粉条 用剪子剪成段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老抽 上色防粘 搅拌均匀倒入韭菜里 再放入一小把虾皮增鲜 加入食盐和五香粉调味 因为韭菜本身就很新鲜 所以用的调料非常的简单 这样馅料就调好了 现在的天热 20分钟左右面就发好了 拿出来放到面板上揉搓排气 搓成长条 切成大有相当的面剂 把每个面剂都揉匀按扁 擀成中间后边薄大面皮 面皮的中间放入调好的韭菜鸡蛋线 酥鲜的就多放些馅料更好吃 打折的方式粘成包子装 全部包好后一次的放入蒸锅里 中间留些空隙 凉水上锅 水开即时15分钟 关火焖3分钟 这样皮包鲜多 蓬中圈的韭菜鸡蛋线包子就做好了 这样调鲜无论包包子包饺子 还做蟹饼都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舒畅起来试一试 感谢支持